大家好 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的Sharon 今天來到這個這麼漂亮、充滿愛的校園 我們特別邀請到保良局黃永樹小學陳瑞良校長 接受我們的專訪 她曾經引用過圓丁論來比喻教學 莊園比喻他們所學校 圓丁比喻老師 幼苗比喻學生 究竟這套這麼有意義的比喻 如何落對實踐教育學當中 我們一齊來到請教一下她 今天坐在我們身旁的就是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陳瑞良校長 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沒有客氣 我知道陳學長在教育學中 或者推行融合教育都很有心得 我們經常說推行融合教育離不開全校參與 那在推行的時候有什麼成功的關鍵呢 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全校的共同理念要建立好 大家的信念要一致的時候 我相信老師或者學生 日後起的計劃推行上會比較相負相性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用學教育如果在全校裡推行 我猜第一件事我們要想一想 其實是否可以先做好一個安全的條件 在MASLOG的理論裡面 我們會提供或者供應到 甚至乎創造到一個安全的環境 讓小朋友在心理上 都感覺到在我們的學校裡 上學的時候那種舒服 安心上課 去見到朋友 或者跟老師的關係上 那種和諧的時候 可以幫到我們去處理日後的工作 另外就是我們老師自己之間 其實對差異這件事的接納程度 應該要很普通很常態 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高位肥瘦 他有自己的學習風格潛能特質 性格等等的東西 其實特殊教育學生 和一些普通的學生來說 其實都是這種物理上高 生理上高的一些不同 我們其實不可以視為他很特殊 我們用這種心態去處理他們的學習 應該會比較容易落實和漏場 我想我們學校本身要對學生的理解 做一個需要分析其實是重要的 一間學校裡邊有不同的學生 有普通能力的學生 有資優生 也有特教學生 其實如果能夠全面透徹地去理解 我們自己的學校能力的分佈 其實是有助我們怎樣去落實 未來的一些學科的計劃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我都很欣賞剛才陳校長說的 那個恩財司教的理念 陳校長我知道貴校很著重教育學 其實在照顧個別學習差異方面 陳校長有些什麼看法 你自己作為校長 在管理層方面 你會怎樣去實施 或者有些什麼想法 如果用一個行政層面去看 行政層面 我估計我們可以有幾個方便去 嘗試幫忙這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分班政策 因為我們本身學校有五班的情況 我們自己可以因應分班政策 去將不同的學生放在不同的班裏做 有些學校可能會用平均的分班 有些學校也會用個別的精英班去處理 我相信學校自己本身要因應自己學校的編翻原則底下 去想一想其實後面的資源是怎樣做的 這個是一個很效果的特性 另外我自己會覺得 學校裡面利用共同備課的制度 其實是可以幫全體的老師設定一些框架 有一個專業對話的語言 這個專業對話的語言 是讓我們可以很直接地 在課堂裡面很聚焦地去做一個課堂的討論 將老師的難點 或者學生的特性的東西 可以放進去本身實際的設計裡 這個我亦都覺得會在管理上 如果能夠為同事去做了這些前期的準備 其實是幫到後面課程的推行 似乎對於班級經營和專業培訓那方面 校長也很有心得的 現在我們業界經常都很著重 全班的優法課堂 不知道校長有什麼實施的方法呢 第一層課堂裡面 我猜其實我們看到的對象 就是應該是整體的學生 整體學生裡面 其實我們是可以利用 實際的共同備課的運作上 去幫助我們小朋友 第一要定定的就是學習目標 哪些是課堂裡面比較重要的學習目標 哪些是一些衍生力增潤的 或者一些輔助性的學習目標 其實我們老師要有一個意識 去幫助我們的學生去做關鍵的篩選 可能有些學學就會叫他做分層教學 這些分層的教學其實是幫助我們 對整個吸本的課程 上告可以衡量到規範位置在哪個位置 甚至乎是把關的位置 那麼課程裡面一些能夠學得高一點 學得快一點 學得深一點的學生 我們可以在那個備課過程裡面 去增加一些內容給他們 反過來 如果是真的特殊學習學生 或者本身是學習比較慢的小朋友 他們自己可以在第一層課堂裡面 我們知道哪些東西是不可以缺留 其實我們業界都經常很關注 究竟是怎樣可以優化課堂教學的一些策略 不知道陳校長有什麼心得呢 我猜在全班式的教學裡面 其實我們面對的其實是不同能力的小朋友 他們可能是特教學生 可能是資優生 可能是一些普通水平的學生 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學生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矛盾 因為在教學策略上告 沒有一種特定的策略是教資優生 也沒有一種特定的策略是教所謂的SCN的學生 反而是老知一個專業判斷我覺得緊要 他自己怎樣理解自己學生的學習的風格 哪一種風格對他們的刺激會比較強一點 他們應該靈活地選取一些教學策略 反而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如果我們有一個校本的環中向的拿捏位已經準成得到的話 我們是否可以在這個所謂課程內容上去把關把得比較重 看來課程的框架和裡面的核心內容都很重要 都能貫徹到我們融合教育的理念 不同學者都曾經說過圓丁論 即陳校長曾經引用過 學生來說 我們經常說是恩財司教都有不同的差異 在這個情況環境下 校長們又怎樣可以拉入了不同的老師的長處 或者是特徵或者是他們的一些強項 來發揮他們更多的作用 我猜在我們處理SCN的小朋友的時候 老師就真的是一個圓等 我們每一個老師其實是一個專業的農夫 他們有不同的種植技能 而我們面對的也有不同的花圍 有些是春天開花 有些是秋天開花 有些會結果 有些是不會結果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老師 是應該去看這個學生 其實他受到哪一種營養 是更重要的 他們應該要有的東西 我們要供應給他 在學校的層面來說 真的要把握著共同秘課 和同裁官課的機會 在課堂之前 我們靠的共同秘課 掌握自己那一班 那一班學生有些什麼特性 或者老師課堂經驗裡面 有些什麼成功經驗 其實是可以把它帶到 下一個循環的秘課裡面 讓那個經驗去積累 等我們同工一起去裝備課堂的時候 可以特別為每一班 或者是個別的老師 為個別的班級 去提供一些微調的課堂設計 我們就可以容易些去幫助小朋友 同裁官課一樣 同裁官課其實就是一個實踐過程 我們怎樣去看到 那個肥料其實是否真的幫到 這棵植物去高一點 生業多一點 或者開花的花期準確一點 在課堂裡面操作 其實老師自己教學的時候 是當局者什麼的 一堂裡面要兼顧的東西 實在是方方面面太多了 我們作為旁觀者 觀課的同事 其實可以幫我們的同事 提供一些客觀的觀察 給回一些訊息同事 如果我們有時間 空間去想想課堂評估 甚至乎一些進展性評估的東西 可能發言會更加多些 或者精準些 去幫助整個學育教會周期 我相信學校的文化 就不是一朝一夕 相信陳校長都花了很多功夫 心力在裡面 也不是單止學習群體 局限於學生 其實老師之間 可能在一個共同的備課 或者在一個官貨文化裡面 都建立了共同的學習群體 剛才我們也聽到很多 陳校長對於融合教育 和教育學的一些心得 最後看看陳校長 有沒有一些結語 或者是一些真言 送給大家 正正因為我們是一個老師 我們本身自己 有很多空間 處理我們專業上的工作 我們要有課堂的準備 但是也有生活上的關愛 對我們的小朋友 如果我們能夠在每一個細節裡面 多點想我們學生的需要 我相信對小朋友來說 是會感覺到安全的 正正因為這樣 我們能夠可以做多一點點的話 其實家長對我們的信任會多了 小朋友在學校的快樂成分也會高了 甚至乎老師應該會在這個過程裡面 獲得更多更多的溫足感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做這個 教育工作裡面的一些意義 相信學生在這個這麼愉快 和這麼健康的環境下 一定很愉快地成長 我們都帶了很多東西到袋 今天我們很高興 因為看到學校在融合教育上 都做了很多功夫 今天很感謝陳校長 你為我們分享了他們教育學的心得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不同的學者都曾經引用過圓丁論 來比喻教學 相信大家聽過陳校長這一席說 更加能夠了解到 這一套理論如何實踐在教育學之中 引營學生不同的能力和特質 以至安排不同的支援策略去照顧他們 打造一個健康快樂的校園 讓他們絕臟成長 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到桃李滿天下 在努力的栽種期間都有好的修成 第一集在參考育學家 進去實習兩張元 進去實習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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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實習一張